嗨,各位,歡迎來到粵魚天地。 最近在香港娛樂圈又有大新聞, 前兩天一則消息吸引了小編的注意。 陳凱琳被爆提了三次離婚, 但鄭家穎還是不知修煉, 說真的看到這條消息, 小編的第一份認是分辨了。 終於分辨了,事先聲明, 絕對沒有幸災樂禍的意思, 只是這兩個人的婚姻。 任誰看了都得來一句,神奇, 倒都不是因為別的。 只是這兩個人之間的差距實在是遠如雲泥。 雖然點進去一看發現是條假新聞, 但這樣的結果反而令人更摸不住頭腦。 一代海王難道真是卸甲歸田了。 先講講這篇文的女主角陳凱琳, 細數來來唯要在陳凱琳身上的。 關鍵詞無非就是出生豪門、港姐冠軍, 以及一家誤口各場各樣身上最大的新聞。 就是嫁給了大他22歲的鄭家穎, 陳凱琳的家有幾毫就不。 洗港左據說他居住在九龍塘市值過億港元。 面積達5000平方英尺的。 獨立洋房父親擁有不少雙收租。 參選香港小姐時媒體估計其負資產 超過15億妥妥的白富美無二。 2013年大學畢業的。 陳凱琳反港參加香港小姐競選。 並以超出亞軍賽師輩6萬票的。 1714777觀眾選票。 獲得2013年香港小姐冠軍。 隨後簽約無綫、不時拍劇、主持等等。 2014年在無綫台興劇《明媒嵐戰》中飾演獎勵一角。 2015年在四個女生三個波擔任女主角。 飾演建習大律師唐靖芝。 童年在台興劇。 張寶仔飾演皇帝妹妹頭一角。 收視甚高,並憑此獲得《飛躍進步》女藝元獎。 2016年在劇集《姜》飾演藍夢瑤。 一年一兩部的頻率,看得出來事業心真是不強。 當然人家亦不靠這個食飯。 其次令陳凱琳喊入爭議的。 可能就是被列入幾大未解之謎的。 混血事件。 簡單來說就是陳凱琳父母都是中國人, 可除了大者長得像亞洲人。 陳凱琳和雙胞胎弟弟的外表卻像混血。 弟弟更加像印度人。 一家誤口看起來非常混搭。 這也導致外界一直猜測。 陳母被陳父戴了綠帽子, 再加傳言稱陳家。 有疑似擁人司機正好是印度人。 於是大家想驗陳家仁 ENA 的心思愈加強烈。 雖然陳家仁用基因、飲食等理由。 甚至曬出者弟同年照來解釋過好幾回。 但顯然還是說服不了獵奇的食瓜群眾。 當然,這都是人家的家務事。 我們其實都不好說什麼。 而最後令群眾害怕掉下爬的就是 和鄭家榮上差22歲的婦女戀。 鄭家榮什麼人和陳凱琳簡單的魚。 樂圈經歷不同。 鄭家榮的娛樂圈生涯可以說是起起伏伏, 十分戲劇化。 1969年出生中產家庭的他, 大學讀的是土木工程。 其實與娛樂圈完全沒有交集, 唯一沾邊的就是16歲的。 年熱愛唱歌的他參加了新秀歌唱比賽。 還闖入了30強。 1992年大學畢業後,鄭家榮再次返港。 還跟著大師聰學唱歌, 並成功簽約保麗金。 成為張學友、黎明等人的師弟。 但隨後卻因與大師聰意見悟, 急避流放台灣陷入低谷。 直到1999年在小魚兒和花磨缺裏, 出現外表君子實責陰險的反派江玉朗, 憑藉著良好的表現, 獲得TVB高層樂易靈賞息, 邀請他返港發展。 隨後,鄭家榮的事業發展就好像坐上火箭一樣, 特別是2006年在天幕下的戀人女, 飾演古板害羞的沈朗。 更令鄭家榮一舉奪得是帝, 達到其演藝事業的巔峰。 但由於他打敗的是, 實力強勁明顯領先他的陳豪。 馬俊偉等眾多TVB小生, 爆料當年一大冷門, 導致一度被認為是TVB頒獎史上的一大黑幕。 外界都傳他是靠兇惡疫靈才拿了獎, 而真正令鄭家榮洗刷口碑收獲人心的, 是十一年的怒火街頭。 這一年他擊敗的對手同樣是, 人氣火爆的演員謝天華, 但絕少再有人質疑他視帝的合理性。 同年,內地劇集步步驚心首播, 鄭家榮又憑八爺角色在內地爆紅。 這一年,他四十二歲。 總之,在事業方面, 說他是老騎復勵, 志在千女、烈士舞年、 撞心不易是完全OK的。 但美中不足的是, 同事業一起騰飛的還有連續不斷的緋聞。 第一段戀情是與周維敏等人, 並稱保麗金五朵金花的王興平, 但由於兩人的事業差距懸殊。 再加上王興平的父親王宇強烈反對。 甚至公開大罵鄭家榮沒有出息, 最終兩人受不住巨大的壓力。 結束了六年的感情, 也是由此,鄭家榮開始了自己的放縱之路。 2002至2004年,鄭家榮和上差七歲的鄧翠文拍攝秘密交往。 兩人經常通宵談情,兩年後分手。 2003至2008年,鄭家榮和周麗其戀愛。 但戀愛期間, 他卻多次與女拍檔傳出緋聞, 導致五年感情結束。 比如2004年,因為一起拍攝婚紗廣告, 鄭家榮對曹敏利展開攻勢追求。 當時曹不知對方名草有主, 發現後即主動分手。 2004至2005年, 傳媒拍到陳敏之夜訪鄭家榮家。 直至翌日早上十一時多, 兩人先前後腳離開。 其後有傳陳敏之未能接受花心的。 鄭家榮最終分手收場。 2008至2010年,鄭家榮和蛇絲曼經常在夜店飲酒延寬, 日久生情。 一次女方到南方遇所短聚, 結果路上佐家茅。 被人發現後在網上將二人戀情曝光。 結果有次狗仔偷拍時, 鄭家榮直接將蛇絲曼踢下車導致兩人分手。 插一咀這期間鄭家榮和蛇絲曼的關係, 亦非常曖昧。 兩人經常被拍到私底下約會, 例如2006年3月就被拍攝在旺角一起吃牛肉麵, 同年8月無線收費台為鄭家榮舉行鄭眾聲明音樂會。 蛇絲曼不擅出面支持。 更情不自憑僅抱鄭家榮企圖向她索敏。 據說更因為惡疫靈過度偏愛鄭家榮, 疏忽了不少藝人的續約問題, 令她被董事方削權。 2010年,鄭家榮又被捕 臥床23歲名母徐正文72小時, 事後女友大方讚她成熟有風度。 但習慣拍拖否認的鄭家榮堅稱是普通朋友, 後來拍報報驚心時, 又跟劉詩詩和劉森游傳出緋聞。 再之後的一段緋聞, 更加離譜傳鄭家榮身邊有個已婚表妹黃賢榮, 女方經常雕下老公和孩子做她的。 私人作手兼攝影師。 鄭家榮在內地拍戲, 做簽唱會時, 女方幾個月寸步不離, 二人更秘密到新加坡度假, 最後由於外界傳言不搖亂捉腦。 黃賢榮老公攤牌要離婚, 一邊瘋狂拍戲拿是帝一邊瘋狂拍拖仲, 同時轉在五個女之間。 這時間管理能力, 羅某來了都得叫聲前輩, 而最後一次就是在2015年拍攝薑時, 和陳凱琳拆出的愛情火花。 而且這一次還成了修山之戀。 2018年8月交往三年的, 兩人在印尼巴黎島舉行婚禮, 嫁給鄭家榮的陳凱琳仍然是處子之身。 2019年2月陳凱琳否覆產下長子, 鄭成月奉子成婚無異。 2020年7月又順利產下次子鄭成亮。 三年抱兩胎, 不得不說一句鄭哥老當益壯。 但還未完陳凱琳這一個年輕。 靚麗,實力非凡, 梁家家底洪厚的女人。 在鄭家榮面前, 竟然是個自卑到抬不起頭的嬌妻。 在節目中, 陳凱琳自稱認為下廚。 做家務, 帶孩子等都應該是自己一個人的事情。 還在做完需要兩個保母才能做完的家務口, 不敢去問鄭家榮對她滿不滿意。 因為陳凱琳覺得, 如果她做得好的話, 男人是會去主動說的。 而自己的男人既然沒有說, 那她就更需要更加努力。 甚至她還覺得目前為止, 自己只給鄭家榮生了兩個兒子。 是沒有盡到一個妻子應該盡到的責任。 看到這實在忍不住敢闊一句。 鄭家榮命真好。 更重要的是, 雖然大家總是不太看好這對婦女戀, 但兩人結婚四年。 感情卻非常穩定。 時不時出現在大眾視野裡。 不是兩人在親民擁抱。 就是一家四口同出遊玩看起來非常幸福美滿。 總之, 旁觀的我們無法斷定別人的人生。 但若海皇真能明金收兵, 到亦不失為一見喜事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裏, 我們下期再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